再把它放到细胞膜 有吃叶黄素,叶黄素在细胞膜里面 当你的叶黄素的含量只要足够多的时候 这每一根感光细胞里面都有很多的叶黄素 这时候蓝光强光再照进来 就会被叶黄素给阻挡掉和吸收掉 这个就是叶黄素的药领作用 所以我们台湾的卫福部才会特别发表这一篇 药物食品安全周报第630一期 这个你们上网查查得到 因为这个是卫福部发认 我们的卫福部说叶黄素可以减少蓝光的伤害 降低黄斑物壁变和四网膜的伤害 而且叶黄素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 但是常常有人说他在市面上埋的叶黄素 第一个怎么吃都吃没感觉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市面上埋的叶黄素 连6毫克都吃不到 这个6毫克是全世界的营养师建议我们天天要吃的 台湾的卫福部建议每天不得超过30毫克 什么样的人需要吃到30毫克 常常觉得眼睛容易干色酸的 或者是你有青光眼白内脏老花眼 再来比较夸张一点的就是 你天天看手机长期使用电脑的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行政院卫生署的公文 写了清清楚楚 叶黄素 每一颗不能高于30毫克 我们弃生药厂乖乖每颗做30毫克 而且还不是只有棋验 特地拿出去给全国公正SGS验过 都是30毫克 但是常常有人会说为什么市面上买的 怎么吃都没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 永信药厂的两颗10毫克 另外白兰式如果你有在吃的 白兰式的回去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白兰式的一颗只有2.5毫克一瓶 还要1680另外有一点小夸张的是这一个 叫博士轮 因为这个通常都是眼科医生在开的 博士轮的一颗只有5毫克而已 另外最夸张的就是叫这个优加势力交纳 各位你们如果喜欢挂百货公司的 以后去百货公司找一间专柜 美国的牌子 因为他只有在百货公司里面会设专柜而已 或者是你去逛伊底 可能你看得到这个专柜很大间叫做GNC 博士轮的一颗买来发票秀给记者 算一下一颗47.5 将近要50块 我自己是觉得这一瓶是真的有点贵 我们的博士轮把这一瓶拿去验 结果一验出来只有1.6毫克而已 刚刚说博士轮建议一天上线是几毫克 30 对30 我们的博士轮还想说可能是我们台湾自己验错 所以隔了三个月之后才会又把这一瓶再拿去验过第二次 可是第二次验出来一样只有2.1毫克而已 所以才会很多人说为什么市面上的叶黄素吃没有感觉的原因 很多问题都是出在这里 那去市面上找叶黄素记得可以找副方的 为什么 因为叶黄素搭配三三子跟黑素粒 这三种它搭在一起是吃我们眼睛水肌体的问题 那叶黄素搭配黑素粒跟枸杞 这三种它搭在一起 是吃我们眼睛黄斑目病变的问题 常常有人会问说 它在市面上买的叶黄素 连甘色酸都吃不好 那是因为很多市面上买的叶黄素 少加了这一个叫做β红萝卜素 所以一个好的叶黄素要全部都有加 那才是一个好的叶黄素 那各位你们天天如果有在吃叶黄素的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稍微记一下 单独吃叶黄素早餐半后吃或中餐半后吃 千万记得叶黄素不要交在晚上时间吃 因为叶黄素在晚上时间吃效果是非常差的 那如果你有一个习惯是吃叶黄素搭配鱼油 很好 因为叶黄素搭配好的鱼油 每天早上通复一起吃效果会翻两倍 但是各位你们一定要记得 不管你们是单独吃叶黄素 或者是吃叶黄素搭配鱼油 这两种吃法不管什么时候 千万不要交在晚上时间吃 因为晚上时间吃叶黄素是没有效的 好了接下来βC 这个在十年前是拿去做